土地老二 快去买鲜月饼 给我的表带回去 好嘞大圣 没想到我居然跟罗刹鬼婆走散了 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这位小兄弟 我看你与我有缘 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怎么样 小子 我看你是拐卖小孩的吧 怎么可能 在下是在庙玉房做事 我看这位小兄弟生的英俊 就想介绍他去做轮筒 做轮筒有什么好处吗 可以免费吃饭 怎么样小兄弟 有没有兴趣 正好我饿了 那就走吧 土地老二 卵铜是什么 当然是鸭子了 此小孩为已 来福啊 这苗子找得好啊 看着小脸长的 以后不得把那些客观给迷死 嘿嘿 春马 这样好的货色 您带给我加钱啊 放心吧 回头我给他检查一下身子骨 要是没问题的话 我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 谢谢春马 那我就先去忙了 这位大哥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带着草帽的熊猫头呀 没看到没看到 我真服了 这家伙到底跑哪里也去了啊 小友 那个小家伙跑去庙宇坊做轮筒了 轮筒 这他们是个什么东西 还能是什么 嘎嘎嘎呗 你说什么 德媒的那门弟子居然跑去 这位哥哥 那家伙是自愿去的吗 没错 他一听 有免费的饭之就去了 对啊 走的时候还一蹦一跳的 可开心了 这阵他们炸裂啊 爱摸鱼因为免费的饭就被打发去 真丢我们峨眉的人 别急 我给千里尔和顺风眼打个电话 问问那小子的情况 表啊 你换新手机了 就的呢 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 他们家全国近两千家门店 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 价格满意 现场打钱 我之前用了很久的那个手机还卖了三千多呢 靠谱吗 当然了 爱回收是上市公司 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凡笔记本 也都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 小弟弟 春妈给你检查一下身体 大傻春 你要做什么 你们这里怎么还要脱衣服 我不做鸾铜啊 小兄弟 别着急走呀 你们要干什么 小弟弟 春妈也不瞒你 我们妙玉坊是一家青楼 以后你就老老实实地留在这 给我们赚银子 懂吗 你们就不怕 我报复吗 小小年纪 你宽什么 好啊 你居然打了来福 阿米个豆腐的 来人啊 有闹事的 最近 妙玉坊的暗门密室中 冲出百人打手 将爱莫于团团为主 多久没有人敢在妙玉坊闹事了 可不是 妙玉坊三百恶奴 个个都是练家子 敢在这儿闹事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不管他 不管他 咱们喝酒 生命如此短暂 你却不知珍惜 小子 你武功很高啊 爷没多高 就三四楼 那么高而已 如果你们现在跪地叫爹 我就保证不打你们 家人们谁懂啊 一群干什么吃的 都给老娘上啊 八级太极拳 一定是爱莫于这个臭小子干的好事 鹅梅至尊 爱莫于 请自教 爱莫于 你在做什么 我在欺负人啊 你为啥欺负他们 这个大胖女人要看我屁股 我的屁股那么值钱 是她想看就能看的嘛 可我怎么听说 是你自己要来吗 怎么可能 我是来看看鸾同事做什么的 顺便来吃东西 这的人说可以免费吃 感情这家伙根本不知道鸾同事啥意思啊 莫于 你刚刚把了这么多人 叹唐新师姐回去不揍你 我会怕他 我有多牛逼 你又不是不知道 莫于 其实我一直想问 你真的不能修仙吗 要一直去练武 怎么 你也看不起练武的 当然不是 因为我爹就是舞者 在我八岁的时候 我爹带我出门压镖 结果中途遭遇摩修 当时除了我 父亲伯伯全都死在了那个摩修手中 摩修为什么要杀他们 摩修被我师尊追杀 结果一路逃窜就碰上了我们 还好师尊及时出现才救下的我 然后你就被芳无修收为弟子了 没错 坦白说我并不是很喜欢你 但当我知道你不能修炼 只能习武之后 我还是挺感叹的 你是一看见 我就想起爹了是吗 其实也不完全算是吧 我被师尊关了半年 知晓了一些人生道理 也就不想再跟你们计较了 毕竟我将来是要成为天下第一剑修 杀尽世间魔修的男人 你算了吧 你太傻了 当不了天下第一 那我就当天下第二 二人一时间似乎放下了以往的恩怨 互相聊着习武与修仙的不同 摩修 如果可以 其实我很希望你以后能开创出一条 独属于武者的道路 毕竟我这个修仙者 曾经也是武者之后 念云 等我长大了以后 我会为天下武者开天辟地 安身立命 踏出一条只属于武者的道路 毕竟 毕竟什么 上仙万万不可 小的只是普通人一个 可不敢受您的败啊 毕竟习武之人是不能贵的 对了 摩修 你刚刚使的是什么武功啊 是太极 我早上拜访了太极宗师 下午就学会了 他还另外送了我 几本武功秘笈 这都凌晨了 怎么还会有乞丐出来乞讨啊 摩修丑了丑小女孩没说话 当离开时 小女孩的手上 多了一串糖葫芦和二十两文银 小女孩就孤零零地站在那 睁着明亮的双眸 遥望卖名草帽男孩的背影